第841章 生死战斗 单挑就是男人与男人的正面相撞 哪怕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一分高下 龙小七必须的面对林飞扬 同样的 如果林飞扬不从证明彻底击溃龙小七的话 在心里也永远是个迈不过去的坎 三天后 刚比亚 还是那片山林 还是那片场地 上次遭到大火焚烧的山林成为最佳的单挑场地 空旷并宽敞 当林飞扬来到这里的时候 龙小七已经在这里等待多时 这回还是黎明 虽然天色已经大亮 但太阳依旧没有升起 潮湿与闷热笼罩这片区域 甚至连风都没有 空气中满是别人的气息 叫人喘息都觉得困难 空地周边全都是赶过来看这场战斗的雇佣兵 甚至还有佣兵在赶来的路上 在他们的眼里 龙小七已经是非洲雇佣兵的代言人 与精神领袖 当代言人要跟别人来一场你死我活的单挑时 他们有理由到场 这是助阵 更是保护 小伙子们 打起精神 如果护齐兵落败的话 也许我们的帮他一把 一名佣兵首领低声对自己的人说道 帮助他就等于帮助我们自己 否则又是变成从前那样 明白 护齐兵死了 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 所有的雇佣兵都明白这个道理 当佣金减免到百分之八 当经纪人工会重新成立的时候 对他们的利益就是最大的保障 倘若他们的代言人今天死了 也许一切都会回到从前 当然 这不意味着非洲雇佣兵的佣金是由龙小七决定的 可减免到这种程度必须得维持一段时间 当所有人都认为这是正常的时候 那么他才会成为常态 山林中至少有数千佣兵 从理论上来说 他们不属于任何人 但是从实际来说 他们都是龙小七的人 追究到本质 依旧是利益的关系 不过 这种利益关系并不显眼 被冠以正义的名头 除了雇佣兵 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职业军人 他们蒙着面 露出双眼 与雇佣兵经未分明地形成 对立的两股力量 这些都是林飞扬的人 他也有所准备 因为他清楚龙小七的尿性 单挑也许是带着一群人单挑他一个 只是 这次林飞扬想错了 龙小七是真正的单挑 非常罕见地进行纯粹的单挑 带那魔多人唱大戏 林飞扬发出嘲讽的声音 对啊 不行 龙小七抿了一口白酒笑道 你带着魔多人干嘛 跳广场舞 相对比而言 雇佣兵的数量更多 林飞扬带来的人 占据人数上的劣势 可人数劣是并不意味着实力上的劣势 这几乎是林飞扬所有的实力了 足足五六百人 为了这次单挑 欧美的事物都放下了 全员集结 都给我听住 龙小七举着酒壶高声道 这是我跟林飞扬的恩怨 所有人都不准出手 哪怕我死在这里 声音传到佣兵们的耳朵里 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你们也一样 林飞扬抬起手 冲自己的人高声道 这是一场 只关系到我们两个人恩怨的单挑 与其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关系 不准出手 哪怕我死 两个人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 当这重信号发出之后 就是生死由命 这注定是一场 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战斗 而男人与男人之间的战斗 就是尊严的战斗 没有用枪 他们选择用刀 因为刀才是最大程度的释放 刀刀见血 刀刀入肉 这才是男人之间的较量 龙小七与林飞扬面对力 相距二十米 一个面朝东 一个面朝西 面朝东方的龙小七仰头喝酒 喝完一个酒壶的烈酒之后 又拿起一个酒壶朝嘴里狂冠 这种喝酒的架势 是让周围观战的人心计不已 他们许多人都知道龙小七喜欢喝酒 却从来都不知道这魔能喝 林飞扬则整个人一动不动 眼睛轻轻地眯起来 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佳 啊 龙小七重重吐出一口酒气 冲林飞扬伸出酒壶道 要不要来一点 我请你喝 喝酒可以压制伤势 但是会让你死得更快 林飞扬平静地对龙小七说道 你的神经反应会变慢 导致速度变慢 这是酒精带给你的负面作用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伤 在喝了这魔多酒之后 你死定了 还有 我从来不喝酒 龙小七为了达到最好的状态 必须地用烈酒压制伤势 可烈酒压制伤势的同时 酒精会最大程度影响他的神经 让他的反应变慢 林飞扬勉强是个超级强者 可不管勉强不勉强 他就是超级强者 龙小七是什么 最多只是一名强者 而强者面临超级强者 毫无胜算 当然了 龙小七懂得刺杀 虽然从来没有刺杀过超级强者 但是未必就能死 神发的教官中 许多也只是强者 但是 他们却能完成 对超级强者的刺杀 我知道 我清楚 但是今天必须跟你正面 来一场战斗 龙小七喷着酒气道 男人需要尊严 绝对不能被践踏 有的时候 就算是赴死 也得保留自己的尊严所在 有命活着 才有尊严 死了根本谈不上尊严 林飞扬眯眼盯着龙小七道 我等你 不着急 这就是我们永远不可能 在一起喝酒的原因所在 对了 你不喝酒 也不会懂得酒的作用 龙小七猛地灌了一大口 白酒大笑道 尊严本来就是要死的 尊严不是肉 提 它是精神 哈哈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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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啕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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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Oklahoma 一口气 把酒壳里的酒全都喝光 三壳裂酒 足足有三斤 当她喝完这三壳裂酒之后 整个人呈现出摇摇欲坠的模样 喝多了 真的喝多了 以至于站在那里都有重战不稳的感觉 可龙小七绝对可以了 舒服了 胸腹之中没有任何致癌 伤痛被驱赶得无影无踪 早晨的第一缕阳光照射过来 刺住了龙小七的眼 让陆珠战放出晶莹的五彩光芒 来吧 龙小七发出爆吼声 生死战斗瞬间开始 一个最汉与超级强者之间的战斗 第842章 惊人逆转 没有人认为龙小七能赢 他面对的是成名已久的林飞扬 而且还喝了纳摩多酒 连路都快走不稳了 根本无法做出任何有效对抗 拥兵们认识到了眼下的情况 开始的时候 他们还心存侥幸 可这回都知道龙小七是要送死 高吼声中 龙小七抽出裁决向前狂奔 狠狠地向林飞批坎而去 这一刀的力量绝对强悍 因为他喝醉酒了 所有喝醉酒的上肢力量 都会呈现出爆发式的增加 酒喝得越多 拳头越重 同样的 酒喝得多了 挥刀的力量也更大 刷 刀影闪过 凶悍一长 林飞扬不屑地摇摇头 侧身轻而易举地闪过 猛地一个转体 拔出军刀狠狠刺进龙小七的后背 扑 军刀快进快出 扬起一盆鲜血 扑通 龙小七重重爬倒在地 他的脚步是虚晃的 任何喝多酒的人 下肢都是无力的 也许这 就是所谓的酒精上头吧 连站都站不稳的情况下 脑袋发萌 反应变慢的情况下 毫无威胁可言 趴倒在地上的龙小七 打了一个滚 左手撑地爬起来 继续向林飞扬挥动裁决 劈砍过去 啊 林飞扬 死去吧 咆哮的怒吼 从龙小七的口中爆出 他压根就不管后背的刀伤 整个人彻底变成了亡命之徒 只知道 操着刀冲上前 把敌人劈成两半 什么是亡命之徒 亡命之徒 就是明知道不可畏 却还要畏之 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胜算 也会把自己的小命 全都压上的人 迎住龙小七 林飞扬闪电般斜斜掠过 手中的军刀沿着龙小七的胸口划过 吃 一道足足十几公分的刀口出现在龙小七的 皮肉翻卷起来 露出森白森白的皮下脂肪 随后 血水狂涌而出 顿时把他 以下染成红色 吼 龙小七抱吼连连 根本不管胸 前的伤口 转身继续不畏生死地向林飞扬狂冲而去 闪冲 没有出现 刺杀 也没有出现 所有的战斗技能都没有出现 他就像一条面对雄狮 没有任何办法的疯狗 斜着一股子疯掉的战斗一时 盲目的攻击 小痞子打架也不过如此 他不可能对林飞扬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 他的咆哮 他的暴怒 他的举刀攻击在林飞扬的眼里是那么的可笑 也许这就是超级强者与其之下人的差距 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天壤之别 扑 林飞扬一个高高跃起 右手的军刀狠狠扎进龙小七的肩膀 扑 军刀快扎快出 锯齿上拉扯出碎肉 龙小七的眼睛红了 也急了 甚至张开嘴 八药去咬林飞扬 可惜根本就够不住 他的神经受到了酒精的影响 速度根本跟不上 这就好比一个孩童跟成年人之间的战斗一样 任由孩童怎么攻击 在成人的眼里都是不值一提的 吃 林飞扬优雅地转身 反手一刀划在龙小七的大 腿上 再开出一道猙獰的伤口 与此同时 他扬刀在向龙小七的后背捅去 扑 依旧是快进快出 再给龙小七的身体 添上一个血窟窿 但是 这次龙小七没有倒下 他狠狠呲着牙 背朝林飞扬 拿出最后一壶酒 站在那里 高高扬起头像嘴里狂冠 此时此刻 他给人的感觉 就是穷途末路的野兽 虽然不停地挣扎 不停地反抗 确注定得欺然死去 浑身上下都是鲜血 血水顺着裤腿 滴滴答答地落在地上 满身都是猙獰的伤口 持续向外涌住鲜血 是涌 不是流 酒精除了能让人的拳头变重之外 还会促进血液循环 在喝了奈摩多久之后 龙小七伤口的鲜血 根本就止不住 若是继续这样下去 就算林飞扬杀不死他 他也得阴血流气而亡 所有围观的人都已经看到了最终的结果 都已知道最后死的一定是龙小七 就算这个时候清醒过来 身上那魔众的伤势 也不可能跟林飞扬继续战斗 这是一场送死的单挑 本以为这场单挑能够持续更长的时间 可从现在看来 一名佣兵慢慢地伸出狙击步枪 锁定林飞扬的胸口 他轻轻眯着眼睛 右手食指轻轻放在扳机上 一点一点慢慢地往下预压 砰 一颗狙击弹头 擦着他的耳畔飞过 炙热烧灼的他半边脸家伙 辣辣 林飞扬的人早就盯上了他 这一枪是做出提醒 不要在两个人单挑的情况下轻举妄动 谁都别TM管闲事 听到枪声的龙小七高吼道 这是我跟林飞扬的单挑 都TM丢滚蛋 这是尊严 尊严是男人的底线 龙小七狠狠甩出空酒壶 怒视周围的雇佣兵们 佣兵们看着浑身鲜血的龙小七 慢慢地放下手中的枪 尊严 这是男人的底线 你凭什么不去尊重一个男人的尊严 住手 停下 山林之中响起廖绍英的吼声 龙颖大队终于赶来了 可惜他们来得太晚了 到了这个程度 谁都无法阻挡龙小七的死亡 几乎是瞬间 数十名林飞扬的人 把廖绍英一行人包围住 迫使他们无法冲过去 给我让开 廖绍英双眼通红地端着枪指着面前的人 可更多地枪顶着他的脑袋 让他无可奈何 廖大队长 这是男人之间的单条 跟一切无关 随行的那名年龄稍长的黑色尖兵 叹口气道 你们无法阻止 我们也无法阻止 唯一要做的 就是尊重他们 尊重 得确要尊重 亡命之徒的龙小七 已经要站不稳了 林飞扬不断地给他的身体 带来新的刀伤 又快 又狠 又准 独辣无比 呼 看着已经无力举刀的龙小七 林飞扬轻轻吐出一口气道 瞧 你就跟猴子一样 呵呵 呵呵呵呵 满身鲜血的龙小七笑了 死死盯着林飞扬道 有的时候人 反而被猴子耍 呵呵呵呵 林飞扬可惜地摇摇头 一步一步 走到龙小七的面前 伸手拍在他的肩膀上 龙小七 再现吧 希望下次再现的时候 你能尝静一点 说完之后 林飞扬狠狠搂着龙小七的身体 右手的军刀刺向对方的心口 就在这一瞬 龙小七猛地伸出左手 抓向林飞扬的军刀 是 军刀穿过手掌 捅进他的心口 可由于中间多了一只手 刀刃在捅进去之后 并没有伤到心脏 只是开出了一个刀口 陡然 龙小七右手的裁绝掉落 用幽灵一般的速度 拔出疯女 凶悍无比地刺进林飞扬的腰部 噗 啊 林飞扬瞪圆双眼 喉咙里 发出痛苦的闷横声 酒喝多了 反应会变慢 但是 龙小七死死盯着林飞扬 痛觉神经就消失了 哪怕被砍断胳膊 也不会觉得痛了 疯女拔出大半 再捅进去 噗 拔出再捅 噗 拔出再捅 噗 一刀接着一刀 一刀快四一刀 等到林飞扬虚脱得要瘫软的时候 龙小七握着疯女的小半截手臂 已经深入到林飞扬的身体之中 所有人都愣了 他们看到的 是一场几乎不可能出现的惊人逆转 林飞扬倒下了 捂着几乎要贯通的腰部 重重倒在地上 今天去做治疗了 所以 更新的晚 只有两张 第八百四十三章 都是家事 不喝酒的人从来都知道 酒精可以把人变成什么样 哪怕都听说过关云肠刮骨疗伤 懂得酒精可以抑制疼痛 可只要没有尝试过 永远都不会明白 许多人酒醒的时候 感到身体的某一处疼痛 而伤口出现的时候 正是醉酒的时候 一无所知 麻肺散出现之前 酒精就是最好的止痛药 龙小七莫用闪冲 没用刺杀技巧 就是靠着一刀一刀地挨着 在最后那一刻 悍然扭转局面 他清楚 自己跟林飞扬的实力 差距太大 正面战斗的话 不管他用什么招数 也别想击败对方 以过度地饮酒麻痹 林飞扬 当对方认为 自己没有抵抗能力的时候 却压根就不知道 他压根就感受不到 伤口的疼痛 这是赌命 妖魔赢 妖魔说 林飞扬躺倒了 眼神里满是不甘地躺下了 他知道自己 究竟受了多重的伤 腰部都被捅得几乎贯穿 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的话 一定会死 他不知道 肾脏是否被捅碎 也不知道 厂子被捅断多少根 唯一知道的就是 必须的马上获得救援 如果耽误时间的话 他就会变成尸体 哈哈 哈哈 龙小七 哈哈大笑 举住疯女 冲身下的林飞扬大声道 这场架打得爽 从来没有这么爽过 哈哈 林飞扬 服不服 哈哈 惊爆眼球的反败未胜 出乎意料的结局 林飞扬不服 一点都不服 可这回他不服也不行 龙小七把疯女架在林飞扬的脖子上 脸上满是胜利者的笑容 住手 住手 Fuck you 把枪从护骑兵的脑袋上挪开 否则我会抱了你的脑袋 小心我的枪 会走火的 骂声与威胁声响起 两边的人枪口对着枪口 情绪全都异常激动 龙小七 你这是自相残杀 一名守护者冲龙小七吼道 如果 去你骂隔壁 龙小七劈头盖脸地骂道 林飞扬要捅死我的时候 怎么不说自相残杀 你是哪个石头里面蹦出来的鸟毛 有多远给老子滚多远 如果 如果老子被捅死了 你们会说半句话吗 曹你的妈 这名守护者被龙小七一顿骂回去 都不知道该怎么接着说了 当林飞扬要一刀 捅进龙小七心脏的时候 他们是默然的 当龙小七把疯女架在 林飞扬的脖子上时 他们却说自相残杀 简单来说就是 龙小七的命是贱命 不值钱 林飞扬的命是贵命 值钱 可上升到民族体系的自相残杀之中 龙小七愤怒 他用双手握着疯女 高高地举起来 准备一刀刺进林飞扬的脑袋 小七 廖绍英冲过来 对龙小七高声道 不要冲动 如果你杀了林飞扬 事情会变得更大 这会没人阻止廖绍英 所带领的龙影部队了 而是把他们全部反过来 利用他们阻止龙小七疯狂的行为 滚 龙小七六亲不认 冲料绍英吐出一个滚字说道 别以为老子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来到这里 无非就是抓捕我的 别TM找抽 信不信老子把你们也给灭了 暴怒 最久 此时的龙小七谁都不鸟 就算天王老子来了 也没用 龙小七同志 说到底这也是自家事 有事 自家人观起来来说 年龄较长的黑色尖兵 温吞吞地对龙小七说道 哦 对 自家事 差点忘了 龙小七一下乐了 呲牙咧嘴道 老子还没有成为杀人犯的时候 不是自家人 老子成了杀人犯之后 反倒是自家人了 可以 非常好 如果说自家人也可以 除非能证明我是清白的 不是杀死我冷风兄弟的凶手 说到这里 龙小七瞅着身下的林飞扬 冲气洋洋头道 林飞扬 要是咱们是自家人 那我肯定不会自相残杀的 如果咱们不是自家人 杀你不费劲 死 还是活 全部由你决定 龙小七喝醉了 可他还没有醉得彻底 当黑色尖兵说出自家人的时候 他立刻抓住机会 逼着林飞扬 说出真相 是我冤枉龙小七的 林飞扬强忍着将要眩晕的巨通道 我找来了原本在场的两名佣兵作证 等到作证完毕之后 把他们杀掉 龙小七无罪 谋杀冷风 是我利用一系列的手段 强加在他身上的 生死存亡之际 林飞扬非常冷静地选择活下去 他根本不用龙小七名说 立刻把冤枉龙小七的事实说出来 说出来之后 龙小七就沉冤的血 就是自家人了 倘若他再把林飞扬杀掉的话 就会再踏进泥潭之中 永远都撇不清 听到这番话 林飞扬的人不说话了 那两名黑色尖兵也不说话了 毫无疑问 这件事已经水落石出 林飞扬亲口承认诬陷龙小七的事实 可这是我们的单挑 生死单挑 龙小七笑了 很无比地发出爆吼声 老子要你的命 疯女直吵林飞扬的脑袋刺去 龙小七就是要杀林飞扬 他不会放过这个家伙 内斗也好 自相残杀也好 如果留着林飞扬的话 迟早还是个祸害 住手 住手 碰 碰 几乎同时的两个枪声响起 一颗弹头 擦着龙小七的身体划过 而开枪的那名黑色尖兵重重跪在地上 眉心部位出现清晰的弹孔 他要开枪射杀龙小七 可在开枪的那一瞬 遭到精准狙杀 嗯 全都驻守 赵颖从人群之中走出来 冲龙小七道 放了他 咱们走 龙小七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收起两把刀 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在赵颖的搀扶下离去 天王老子来了都没用 可赵颖来了就有用 他说别杀 龙小七就不会杀 他说走 龙小七就跟着走 杀不杀林飞扬 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龙小七想得到的 都已经得到 从今以后 林飞扬对他来说 就是个可怜的爬虫 第844章 向来如此 针对林飞扬的调查展开 哪怕他失去一个肾脏 肠子断了好多根 通过调查 一系列的问题被牵出来 最终的结果证明 龙小七的却是清白的 再加上冷风一家人的指控 立即让林飞扬 跌进了无底深渊 养好伤之后 他会接受一系列的审判 但是罪不知死 可就算死不了 他也彻底废了 失去了一个肾 长子重接 怕是再也不可能进行任何形式的特种作战 至于林飞扬的死 已经有了定论 飞机失事 因为龙小七掌控了非洲的格局 因为龙小七成为了猎人学校的校长 因为龙小七把守护者在非洲的布局推向了极致 所有非洲的雇佣兵都得看他的脸色 他是非洲佣兵经纪人工会的会长 只要他坐在这个会长的位置上 就能随时随地搜集关于非洲的一切情报 很简单 每个佣兵团执行的什么任务 他都清楚 佣兵团背后的雇主是谁 他也清楚 所有的动向都可以一目了然 而且 还能引导佣兵的任务行为 提前获得海量资料 相对比之下 林飞宇的死就是小事了 再说了 也没有人能证明是龙小七杀的林飞宇 既然没有证据 没有人能证明 林飞宇就是飞机失势而亡 盖棺定论 我应该把林飞羊的卵蛋给割了 浑身缠满纱布的龙小七对赵颖说道 我还是太仁慈了 下手太轻了 唉 我一直都痛恨自己的这种老好人心态 可不管怎么都改不了呀 这是典型得了便宜还卖乖 他龙小七要是有老好人思想的话 那全天下的人都是好人了 一个勉强的强者跟一个超级强者对决 用的竟然是这种匪夷所思的方法 并且还剩了 这就是奇迹 龙小七本身就是个习惯创造奇迹的人 嗯 你还想怎样 赵颖笑眯眯地摇头道 你知道林飞羊四岁就进入部队了吗 而你十八岁才进入部队 可你却能在短短的七年时间里击拜林飞羊 仁慈可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资质的问题 龙小七咧嘴笑道 人类是有极限的 没有人可以超越极限 他四岁当兵也好 五岁当兵也好 终究不能超越极限 我虽然当兵晚 可资质好呀 龙小七一点都不含蓄 说出了问题的本质 他的成长很快很快 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 实力 有的时候根本不是接触的年龄层次问题 他跟天赋有关 特甲类部队挑选的兵都是从四五岁的娃娃开始抓起 可真正到达最颠 疯得有几个 没有几个 最大的好处就是整体的战斗力超强 嗯 臭美吧 赵颖白了龙小七一眼 嘿嘿 龙小七四下看看 突然压低声音道 老婆 给我吹一下吧 试试我那里有没有坏掉 这两天 我有重不好的感觉 又不好意思跟护士说 所以 这可是关系到你的幸福 得重事 赵颖的眼睛里顿时生出朦胧的水雾 他低头响了一会道 嗯 要不先找个片看看 助兴 当破烂亡的时候 龙小七没少拉住赵颖看片 美其名曰助兴 这回他听到赵颖主动说看片 乐的嘴 巴都歪了 可以 龙小七用力点头 病房很高级 可以搜索许多节目 而且可以连网在线观看 赵颖开始搜索了 龙小七乐颠颠地闭上眼睛 耐心地等待 他知道 自家老婆一看片就冲动 虽然从来都不说 葫芦娃 葫芦娃 一根藤七朵花 而是最熟悉的音乐声响起 龙小七一下睁开 眼睛瞪得圆圆的 啥 葫芦娃 龙小七有点猛逼 嗯 看吧 赵颖坐在椅子上 开始看葫芦娃 老婆 咱们看片 咱们试 嗯 不会找 只能找到这个 赵颖歪着脑袋道 要不看神笔马良 哪吒闹海 啊 还是看葫芦娃吧 对于装傻的赵颖 龙小七还真没有什么办法 他现在是不能动 要是能动的话 绝对好好收拾装傻的自家老婆 龙小七在国外养伤 根本就不回去 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 待在国外 才是最安全的 林飞扬成了那个鸟样 守护者出现了 前所未有的动荡 在这个时间段 他龙小七 要是回到国内的话俗 天知道会出现什么事 也许到了那个时候 就算有人想护他 也护不住 守护者的欧美负责人 重新派遣 非洲负责人 由雷霄赞位代理 许多守护者成员 选择了转业 林飞扬所构筑的势力 全部崩塌 大老板 欧洲与美洲分部 查出了许多漏洞 但是其直接负责人爱妮 已经死掉 大老板 根据我们排查 爱妮在任职期间 以手中的权利 做出许多违纪违法的事 其中就有跟美利坚 国土安全局的交易 爱妮任职期间 与欧盟关系密切 我们已经掌控了 她的一系列罪状 包括间谍行为 调查 一查到底 几乎所有的罪状 都跟爱妮 有最直接的关系 包括林飞扬的所作所为 也被算在爱妮头上 反正她已经死了 死人去扛罪 永远是最好的选择 赵安国稳稳地 坐在办公室里 听住手下的汇报 大老板 赵颖同志 击杀爱妮 是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而且 以她的职务来说 有全随机进行处理 嗯 公事公办 赵安国点点头道 我们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也不能纵容一个坏人 公平 公正 这是我们必须地做到的 对于赵颖杀死爱妮的处理意见 不需要通过我 因为我是她的父亲 按照惯例 我得避嫌 明白 所有人都出去了 赵安国给自己倒上了一杯小酒 从抽屉里拿出一袋化生 她一边吃着花生 一边喝着小酒 脸上堆满了笑容 小子 别怪我对你苛刻 谁让你从前不如我闺女呢 呵呵呵 赵安国捏着酒杯 笑着自语道 现在我放心了 一百个放心 小王扒犊子 你狠 你会玩 你能把整个非洲玩得团团转 哈哈 胜利者享受战果 失败者 承受命运 向来如此 还有一张晚上十一点之前发布 第八百四十五章 一无所有 一切都在风平浪静的过渡 不管是国内还是非洲 一切的一切 只因胜负已分 也许会尘埃落定 也许会纷争再起 客户病房 士兵持枪看守 这个病房里住着林飞扬 一个失败者 一个常识无告却 最终没能成功的伤残人士 一行人向特护病房走来 负责看守的士兵 立刻抖了一下手中的步枪 做出制止的动作 滚 领头的一个人 发出雄昏的低吼声 声音就如同山林中的猛虎 而且 面相也如同老虎一般 三十来岁的年龄 脸上透着 完全不符合其年龄的沧桑与凶猛 遭到呵斥 士兵的身体 轻轻颤了一下 他们觉得自己面对的 就是一头能吃人的猛虎 他们觉得 这个人已经张开血盆大口 要把他们吞噬下去 可虽然如此 他们依旧硬着头皮拦在门口 不让这一行人通过 碰 碰 拳头与身体相撞的声音响起 猛虎一般的男人 直接出手 两名士兵 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力量 身体个字像靠着的墙壁 狠狠撞去 腿然倒在地上昏死过去 霸道 蛮横 不讲理 大概这就是猛虎了吧 开除他们的军节 让他们滚蛋 男人沉声说道 明白 一句话就轻轻松松 决定了这两名士兵的命运 这就是力量的悬殊 病房里 林飞扬虚弱地躺在病床上 鼻孔插着氧气 脸色蜡黄蜡黄 原本有神的双眼 也变得暗淡下来 整个人像是枯了的芦苇 彻底搭了下来 失败了 他失败了 是个失败者 所有的荣誉都离他远去 如今只能待在这个病房里 他不甘心 非常不甘心 可不甘心也没有办法 在最后的时候 他害怕了 胆怯了 为了保命认怂啊 曾经所有人都把他当成天才 他也曾是林家耀眼夺目的星星 更是林家小一辈学习的榜样与楷模 可现在什么都没了 连肾都丢了一个 孤零零地躺在这个特护病房里 手上还戴着冰冷的手铐 卫石膜会变成这样 龙小七就是他生命中的克星吗 林飞扬想不通 明明龙小七答不过他 可最后输的却是他 好点吗 霸道的男人走进来 询问林飞扬 听到这个声音 林飞扬转过头 眼睛里满是苦涩 他都不知道怎么回答对方 虽然伤势好多了 可心里面却怎么都好不了 林飞扬 林飞扬发出虚弱的声音 男人的名字是林飞扬 林家的又一人 你一直都想超越我 而且做得也相当出色 我也一直认为你就算超越不了我 也可以成为林家小辈当中 荡人不让的存在 我 但是你失败了 而且败得如此狼狈 林飞虎盯着林飞扬道 你连死战到底的勇气都没有 硬生生被一个不如你的打到投降 林飞扬脸色痛苦 却又不得不接受 他还是把你的未婚妻抢走的人 你却不敢跟他拼命 林飞扬 这就是你学的我吗 林飞虎一脸比一道 你活该失败 活该不受任何人的怜悯 知道卫石魔没有人来看你吗 不是因为你败了 而是因为 你败得太让人寒心 让我们林家的脸上都挂不住 堂哥 我承认我败了 而且败得狼狈不堪 可我也曾经为林家做出那魔多 林飞扬不甘地说道 我只是为了活下去 活下去才有希望 可为什么要被抛弃 这就是失败者的命运吗 林飞扬什么都没有了 他在这个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家人的安慰 可没有一个家人前来 庞福献他就是莫大的耻辱一般 抛弃你 林飞虎摇摇头道 如果真的抛弃你的话 你还能活着吗 你所做的所有事都被押住 因为你 我们林家第一次变得被动 这是为了保你 可你竟然以为把你抛弃了 你到底是不是个男人 失去了一个肾 怎么就变得跟女人一样了 林家的却在保林飞扬 却也只能保住他的命 所有的事 全部落在死掉的艾妮身上 一切的一切 都跟林飞扬无关 因为要保林飞扬 所以 守护者的赵安国 才会那魔顺利地完成重整 这也是不得已的 林飞扬代表林家 已经失败了 总不能连条活路 都不给林飞扬吧 这是最好的结果 也是利宝宇争取的结果 飞羽的事呢 林飞扬问道 飞机失事 林飞虎说道 不可能 他是被龙小七杀死的 不可能是飞机失事 林飞扬激动地咆哮道 凶手一定是龙小七 不会错的 看着咆哮的林飞扬 林飞虎的眼睛里露出无比的怜悯 在他看来 现在的林飞扬也就只懂得咆哮了 别的一切都不行 你明知道是龙小七杀的飞羽 可你又有什么办法 林飞虎摇摇头道 现在的龙小七全面掌控了非洲与中东 而且比之前任何人掌控的都要彻底 飞羊 你没法跟龙小七斗了 你彻底没有机会了 不 我还有大脑 我还能 你的脑子里都是大粉 林飞虎眯着眼睛骂道 瞧瞧你现在的模样 跟一个无能为力 只懂撒泼的泼妇似的 你还能变成以前那样吗 一个连未婚妻都看不住的废物 一句废物让林飞扬安静下来 他的嘴唇不停地翁动 眼睛里满是不甘心的落寞之色 我来这里 就是要告诉你一声 你在林家的一切都没了 林飞虎淡淡地说道 安心养伤 然后好好服刑 等你从监狱里走出来的时候 家里会给你找个女人结婚 至于生子 那就看你了 幸运的是你还有一个肾 林飞扬呆住了 难以置信地看着林飞虎 林家的人死了 肯定不能善罢甘休 林飞虎背着双手继续说道 小的时候 你就把我当成偶像 大了以后 仍然以我为目标 放心吧 我会摆平龙小七 但不是为你出气 而是为飞鱼讨回一个公道 我得让他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超级强者 巅峰状态的超级强者 说完之后 林飞虎摇头露出一个笑 转身大不离去 第846章 危机仍在 失败者自有失败者的命运 林飞扬就跟一条没人要的狗似的 一个人戚戚爱爱地等待着审判 相对应的龙小七 则风光无限 一时间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 没错 如果现在龙小七还算不上大人物的话 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叫大人物 经纪人工会重新洗牌 建立了新的秩序 龙小七把所有不听话的全部干掉 毕竟这是一个坐着就能来钱的职业 你不干 有的是人干 而且不管工会内部还是经纪人 他安插了许多自己的人 这是防患于未然 就算到时候有人不满闹起来 也不可能一呼百应 除此之外 他的情报体系彻底构筑完成 从中东到非洲 整个网络全部贯通 源源不断地向国内书送个重有价值的情报 上帝武装那里 他也牢牢地站稳脚步 带住那些大佬 以上司武装的军事力量守住了蛋糕 大佬们开心 他更开心 因为他把势力硬生生差 近战争经济主导者的内部 并且获得了罕见的默许 为时摩默许 因为龙小七现在就是非洲 以及中东雇佣兵的代言人 他用行动代表了这两个区域的佣兵 谁都没有他的付出多 而且 为雇佣兵争取到了天大的利益 如果要动龙小七 首先就得瓦解 他在雇佣兵心目中的代言人地位 很明显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哪怕他不能指挥佣兵 为他卖命 可潜在的力量 却不是某个国家的军队 就能攻破的 这里是非洲 当龙小七崛起之后 许多国家都跟他打成一片 或得支持 进行支持 哪怕利益牵扯 起码暂时牢不可破 爽 伤势好了 大半的龙小七 躺在银白色的沙滩上 享受最快乐的时光 这是他人生攀上的 第一个最高峰 击败了林飞扬 获得了非洲与中东 成为名副其实的非洲王 当然 他不会称自己是非洲王 否则就太傻X了 赵颖已经回国了 他在龙小七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出来搅局 却在龙小七最辉煌的时候 选择回去 他是很放心地回去的 因为 曾经一直都需要他来保护的龙小七 终于不用再保护了 龙小七彻底成长起来 赵颖没有做到的事 他做到了 而在这当中 赵颖压根没给龙小七帮助 在杀死艾妮之后 他就一直藏在暗中观察 这才是他的男人 一个能走得更远的男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赵颖变成了恋家的女人 他回去带着女儿 不管在哪里 对于龙小七来说 都是家的所在 放飞的风筝线就在他的手中 哪怕龙小七跑得再远 也知道回家的路 爽你妹 还钱 穿着大裤衫子 录着毛茸茸大 腿的雷霄伸手 瞪着眼睛吼道 你敢抢劫 老子在索马里海盗的钱 上次莫找你算账 是因为看你可怜 现在你都发财了 还不赶紧还钱 雷霄是代理负责非洲 与中东事宜的 很明显 代理永远只是代理 这里根本就是龙小七的天下 自从被委派到这里 这个或吃龙小七的 喝龙小七的 泡妞把妹 还得让龙小七负账 至于正事 她根本一件都没干 成天吃喝玩乐 泡羊妞 我发个屁才 你知道我外债有多少吗 龙小七反瞪雷霄道 老子外债几百个亿的美金啊 别他那样的 在老子跟前哭穷 我还不知道你啊 雷霄撇撇嘴 酸溜溜地说道 沙特公主 就是你的提款机 全世界的人都缺钱 唯独你不缺钱 当老子傻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龙小七跟玛雅公主有一腿 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 别人做个小白脸 最多棒的富婆 这个祸倒好 直接把玛雅公主给弄上了 玛雅公主有钱吗 有钱 太有钱了 自从龙小七在非洲站稳脚步之后 玛雅公主的地位也直线上升 她都已经嫁出去了 可国王还是大手一挥给她油田 给她大把大把的钱 滚蛋 老子现在还债呢 你懂个屁 龙小七掰着手指头给雷霄算账 我每个月的收入全都给我老婆 然后我老婆再选择怎么分配这些钱 你在这里吃喝玩乐 所有的账单都是我偷偷存的私房钱好不好 如果你真要钱的话 我这里有些欠条 你拿着欠条去收账 咱们五五开 龙小七从带着拉链的大短裤里 掏出一叠泛黄的欠单 这些都是黄金列车之后 逼着人写下的 我靠 我是你的打扫啊 欠 草 这笔生意能干 雷霄一下双眼冒光 这些欠条 可真不是一笔小树木呀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出去讨账也不错 看着雷霄那副剑前眼开的模样 龙小七一把 江倩单夺过来 干嘛 不是说好让我讨债去吗 雷霄急了 知道龙家吗 龙小七问道 听到这个问题 雷霄露出个意味深长的笑容 龙家 一个神秘的家族 作为龙小七来说 他只知道自己家姓龙 却还真不知道龙家 按理说 这种家族 他应该得知的 姓龙的并不多 现在龙小七听说了龙家 似乎掉扎天啊 我曾经跟你说过 咱们有亲戚 我丈母娘就姓龙 雷霄故作高深道 龙家可了不得呀 不过龙家非常低调 低调的 几乎默认觉察他们的存在 比如说你吧 你本该做个 顽固少爷的 就以你们家的资历来说 想干啥不行啊 知道魏师魔 你还是个苦逼货吗 魏师魔 龙小七问道 因为你们家就是龙家的一只呀 当初你爷爷跟家里闹疼起来 被赶走了 雷霄压低声音道 不过我觉得 龙家人快该来找你了 得重新认祖归宗回去 因为你现在混得多牛逼啊 既然牛逼了 当然德拉回去充面子不是 再说了 现在龙家不比以前了 因为低调得太狠了 明白了吗 龙小七皱皱眉头 似懂非懂 听我跟你说 龙家很快就有人来找你了 雷霄的声音压得更低了 用只有两个人才能听到的声音道 还有 林家人也会找你的 不要以为 他们家只有一个林飞扬 说白了 林飞扬真不咋样 这是提醒 雷霄提醒龙小七还有很大的危机 第847章 龙家来人 一番话弄得龙小七怪心惊的 什么林家 什么龙家 这都哪根啊 可最后一句听得真切 他把林飞鱼给干不掉了 把林飞羊给完残了 林家肯放过他才怪呢 不过他才不管这些呢 兵来江挡 水来土掩 爱咋咋地 不过你现在选择回归倒是正确的 可以避开许多麻烦事 雷霄叼上一根香烟说道 暂时林家不会对你动手的 毕竟得需要一个契机 可龙家人一定会找来的 我跟你说实话吧 你们龙家人那个掉样子 唉 还真把自己当成从前的龙家了 别 老子可不是龙家人 龙小七瞪着眼睛道 都能把我爷爷给干滚蛋 还认个毛啊 把他的爷爷给干滚蛋了 他有必要认什么龙家吗 龙家就是他们家 从上到下几辈人 几乎都躺在棺材里了 可要到了最后 还非得龙家出面 才能摆平你的事 雷霄吐出一口烟雾 想了一下继续说道 林家的势力大助呢 不仅在部队里有势力 在许许多多的领域 都有势力 反正你现在回国 倒是正确的选择 要是龙家人追你呢 你就往前明村跑 往哪跑 前明村 我去那里干什么 龙小七一脸诧异 废话 让你去你就去 喂你好 雷霄神秘一笑道 难道你还不相信我吗 嘿嘿 虽然雷霄这个货 很不靠谱 但龙小七知道 这是个可靠的家伙 如果他不可靠 不会被派来暂时负责非洲与中东 这里是谁的天下 他龙小七的天下 卫士魔赵安国要派雷霄过来 这根本就是要让雷霄帮着他进一步巩固现在的地位 不是真正的自己人 怎么可能让来 尽管雷霄这个货 什么都莫干 泡妞都快把卵蛋给磨掉了一层皮 可他在这里 就意味着发出一种信号 龙小七是我哥们 当年的雷霄也在非洲混过 而且还是最难缠的一支佣兵队长 你可以惹赵紫阳 赵紫阳会正面狠狠地干 你 可如果惹到了雷霄 那就喝喝吧 杀人越货对他来说不算是 他能把你给完成精神分裂 对 听你的 龙小七点点头道 我不在的时候 你帮我看着点 我看你妹啊 你手下还能没有震得住场子的 拉倒吧 我就是个摆设 没用 欠条给我 我去要账 雷霄伸手把欠条抢过来 美滋滋地对着太阳光 一张一张地看过 揣进兜里就闪人 该玩的也完了 该说的也说了 不趁着 有空多赚点钱的话 怎么养家糊口啊 雷霄走了 世界各地的 跑去讨债 龙小七自己待在非洲 安排一系列的事情 情报机构交给韩冰 那是一百个放心 猎上帝武装那边 交给韩虎 肯定也是放心的 所有的猎人都知道 韩虎就是他龙小七的代言人 也是一个狠角色 至于佣兵这里 龙小七暂时交给花落 这个货倒是有意思 林飞扬来到非洲的时候 他带着整个战器连跑了 直接跑到沙特 找阿卜杜勒王子喝酒去了 至于铁血 他带住人 跟着花落跑了 保护玛雅公主去了 原因很简单 莫法再跟林飞扬干了 既然选择了龙小七 那就只能一路走到黑 铁血负责非洲与中东 随时可能出现的特殊事件 包括攻击 包括反击等等 经纪人工会更简单了 墨尔本所想的工会会长 一直没有拿到手 只是一个副会长 执行龙小七所有的命令 一般情况下龙小七不会来的 基本上都是他说的份 而且跟黑蛋两个人打得火 热 因为 黑蛋把墨尔本的闺女给泡了 天天小胖 长小胖短的肉麻 白天磨磨大 晚上啪 啪 啪 要不是黑蛋可怜兮兮的 说是真心相爱 龙小七都想把他给淹了 但这样也好 必要的时候 墨尔本还是会站出来的 为了已经捆绑在一起的利益 开普敦圆桌酒店 龙小七惬意地躺在椅子上 欣赏着傍晚的海景 他独自一人 准备从这里乘坐飞机回国 回去主要做的事 就是看看女儿 看看国内的动静 这磨长时间都墨尖闺女 他都想得心疼了 龙小七 一个西装革履 戴着金丝眼镜的年轻人笑着询问 这是个陌生人 龙小七从来没有见过他 但是能够直接叫出自己的名字 应该是转成而来 只是他觉得 这个年轻人给人的感觉不是很舒服 还算斯文帅气的脸上充满了巨傲 你 龙小七刚要说话 就看到对方已经来开椅子 坐在自己的对面 你不认识我 但我认识你 年轻人靠在椅背上 扬着下巴道 你的父亲是龙湛 你们兄弟姐妹 几个没有正式的名字 全部以数字为名 龙大 龙二 龙三 龙四 你最小 所以你叫龙小七 对吗 龙小七眨巴眨巴眼睛 像是看怪物似的盯着眼前的家伙 有病吧 我最小当然叫小七了 难道还能叫大七 龙小七捏捏下巴 皱着眉头道 你谁啊 怎么知道的难磨清楚 最好赶快给我说个清楚 不然的话 我就把你扔进海里 突然来个人 对他家的成员 料如指掌 这让龙小七很不爽 你就是这种态度吗 做人要懂得低调 年轻人翘起二郎腿 鼻孔朝天道 我是龙湛眼 跟你的父亲 是一个辈分的 所以 你得叫我一声疏疏 我是龙家人 在这一点上你并不吃亏 因为 你也是龙家人 不过分出去太久了 我叫你大爷 龙小七瞪着对方 龙家人果然找上来了 雷霄说得一点都没错 不 你不能叫我大爷 按照辈分 按照年龄 你只能叫我说 啪 一只大龙虾狠狠扣在龙湛爷的脸上 顿时把他的金丝 眼镜打掉 鼻挺的西装 也变得乱糟糟一团 混账 混账 龙湛也跳起来叫道 不识好歹的东西 你知道自己就快大难临头了吗 我们龙家来找你是看得起你 你竟然 哎呀 你知道我的西装多少钱买的吗 我 龙小七七腿 踹去 扑通 龙湛也跌进大海里 他奶奶的 在老子跟前装什么X啊 龙家 滚犊子吧 老子不认 第848章 鉴定完毕 对于这个龙家 龙小七抱着排斥的态度 为石魔排斥 不是因为听雷霄说 曾经的龙家 把他爷爷给赶出家门 那是好几辈子的事了 跟他没有太多关系 而是因为 人家林家说出面就出面 自己呢 都快被弄死了 也没见龙家人出来录一面啊 现在老子混好了 你们就跑出来 找我给你们称面子了 有多元给我滚多元吧 幸亏你们还是姓龙 幸亏还是有那摩点血缘关系 不然的话 老子削死你们 离开圆桌酒店 龙小七登上航班 向国内赶去 对于龙家来人找他的事 已经忘记 毕竟这 只是一个小插曲 都这磨个样子了 也让龙家人知道自己 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飞机准备起飞 所有的移动通讯工具关闭 龙小七坐在椅子上闭目养神 心里琢磨着 回家了 给闺女带点什么礼物 呵呵 林座传来呵呵的声音 听着特别的猥琐 声音有点熟 龙小七立即睁开眼睛 扭头就看到 戴着金丝眼镜的龙颤眼 这个家伙 正冲着自己呵呵的笑 而现在 已经失去了巨傲 看起来真的有点猥琐的味道 大侄子 昨天晚上你也真是够了 一句话说不好就打人 何必呢 龙战也浮了浮衍金矿 笑眯眯地对龙小七说道 怎么说咱们也是自家人啊 按照悲愤来说 我也是你的叔叔 我跟你爸关系可好了 我们这一辈吧 就属于我跟你爸的关系最好 龙小七盯着龙战也 像是看白痴一样 你今年多大 龙小七问道 不大不大 二十有四 呵呵 龙战也笑呵呵地回答 我呵呵你妹 龙小七毫不留情地骂道 老子今年二十五 老子的老子二十年前就 TM死翘翘了 二十年前你他奶奶的才四岁 跟我老子能有屁的关系 再说了 老子家早就不跟你们家来往了 就算来往 我老子跟你的关系也是揪你 玩的关系 扯淡的话被揭穿 龙战也也不生气 依旧笑呵呵的 嗨 谁说关系好非得见过面 神骄 神骄啊 龙战也一脸认真道 我跟我战哥那是神骄 你不知道啊 在咱们老龙家 谁提起我战哥都得竖起个大拇指 真男人 真汉子 那是咱老龙家的领军人物呀 没得说 反正就是吊扎天 你能滚远点吗 龙小七毫不客气道 如果你不管的话 我会把你一脚踢下飞机 不要以为我不敢这样做 昨天我已经做了 武力的威胁似乎很管用 龙战也善善一笑 赶紧抬起屁 鼓离开 昨天已经吃过亏了 作为一个聪明人 他绝对不会在同一个问题上 吃第二次亏 安静了 龙小七再次闭上眼睛 飞机开始慢慢地滑向跑道 加速 起飞 当飞机进入云层边的平稳起来的时候 甜美的声音响起 开始进行这次航程的第一次客舱服务 嗨嗨 旁边又传来咳嗽声 龙战也绕了一圈又跑来了 你TM有完莫完 龙小七一脸的不爽 给我闭嘴 龙战也一脸傲然 指着龙小七的鼻子骂道 你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给你脸还不要了 我们龙家需要你给冲门面吗 扯淡吧 实话跟你说吧 找到你跟别的事都无关 只是咱们族常说了 龙家必须的是一体 要不是老族常发话 谁正眼看你们啊 不就是在非洲弄了点事吗 跟你说吧 这在我们龙家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 如果想 那是分分钟的事 龙小七眨巴眨巴眼睛盯着龙战也那张顽固的模样 觉得这个家伙是不是精神分裂啊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 跟个二愣子似的 你瞅啥 龙战也瞪着龙小七 瞅你咋的 龙小七眯着眼睛 想瞅就瞅呗 哥又不是没有被瞅过 龙战也指着自己的鼻子 一脸冷傲道 可能你不知道我的一名 现在我就告诉你我的一名是谁 记住了 我是龙傲天 老子是赵日天 龙小七眼睛一瞪 伸手在龙战也脑袋上拍了一下骂道 给老子滚 再来烦我 我就弄死你 被拍了一巴掌的龙战也一脸的扇扇 点头哈腰的再次离开 嘴里不住的自语 你狠 你照日天狠 我龙傲天表示福气 看着龙战也灰溜溜的走掉 龙小七怎么都觉得有重猛逼的感觉 这是龙家的人 弱智还是奇葩 跟个神经病似的 龙家人就这副德行 有点蛋疼 真的有点蛋疼 可蛋疼的竟还没过去呢 龙战也像是一阵风似的 再冲回来 手里提着一瓶红酒 哥们 我弄了一瓶酒 咱俩喝点 龙战也盯着龙小七 一脸真诚道 其实我是一个话剧演员 所有的模样都是演技 我以为能够找到一个跟你相近的角色 可最终证明我失败了 你一定以为我是个奇葩或者白痴 而是时尚我根本不是奇葩 也不是白痴 我是一个天才 天下少有的人才 又来了 龙小七疼的一下站起来 踢住拳头就要做这个货 等等 龙战也猛的发出呵斥 快速的四下看看 冲龙小七低声道 想不想狠狠的搞一下灵家 只要你想搞 我就能帮你搞 家里管得太严 我早就看灵家不爽了 幸亏这次派我出来找你 要不然的话 碰 龙小七忍无可忍 一拳砸在龙战也的脸上 把这个货砸倒在过道 鼻血直流 你TM有病啊 龙战也怒了 一下跳起来 你TM有药啊 龙小七骂道 废话 老子当然有药了 龙战也掏出一个小瓶子 狠狠砸向龙小七道 你这个浑人 怎么就跟你说不清呢 看看这是什么药 曹你的妈 药不是老子研究出来的药 你老婆孩子早就死了 你以为是萧和研究出来帮你们的 扯淡 那是我研究的药 一把抓住药 龙小七还真愣了 他很清楚 那几年里 老婆孩子是怎么熬过来的 全都靠吃药 那个药 是华人智囊研究出来的 可他也不知道 到底是谁弄出来的 你草谁的妈 龙小七死死盯着龙战也 好吃不过饺子 好玩不如嫂子 我草 龙小七的眼神变了 充满了疯狗的热气横生 龙战也喳巴喳巴 转身一把保住 进行客舱服务的空姐 嗷嗷地叫道 我草 我草 我草草草 啊 变 太呀 空姐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空姐快速赶来 狠狠地把龙战也撂倒 草错了 草错了 龙战也一边正扎 一边冲龙小七叫道 大侄子 赶紧帮忙呀 不看僧面看佛面 咱侄媳妇跟侄孙女的命 可都是我给从鬼门关 拉出来的呀 龙小七一脸都不认识 继续闭上眼睛休息 这是个神经病 已鉴定完毕 第八百四十九章 龙家傲天 飞机降落 龙小七刚要走出机场 就看到龙战也跟在后面追自己 阴魂不散 真正的阴魂不散 天知道这个货到底想干嘛 士兵 龙小七走到机场门口的一辆武警防暴车前 随便在周围扫了一眼 伸手指向周围的几个人道 你 全都过来 有任务 直向的几个人全都穿着便衣 这年头反恐战斗严峻 几乎每个机场都会有部队在这里 这些士兵穿着便衣混在人群之中 看起来跟正常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龙小七一眼就能认出来 几个便衣立刻走过来 呈现出包围的态势 若有若无地把龙小七控制在中间 认得我是谁吗 龙小七指着自己的脸 洋洋头掏出自己的护照道 我是龙小七 我是 啪 几个便衣立刻站的鼻挺 冲龙小七进行注目礼 他们怎么可能不认识龙小七啊 这是他们体系的抗洪英雄 整个部队都在学习他的事迹 这张脸看得都背下来了 长话短说 看到后面那个匆匆向这里跑的人吗 龙小七指着龙战也道 我怀疑他是M国的间谍 试图在国内实施恐怖袭击 听到这话 几个便衣武警立刻分散 从不同的角度向龙战也靠近 大侄子 大侄子 你等等我啊 龙战也还在后面叫着 一名便衣伸手拍拍龙战也的肩膀 正见 要正见的同时 便衣拽着龙战也向角落里走去 唉 唉 你干嘛呀 你是谁啊 松手 松手 龙战也嗷嗷地叫着 可惜力量不如对方 很快被拉进角落里 坑 坑 坑 防暴棍甩出的声音响起 龙战也立刻被控制住 你们要干嘛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咔嚓 一名便衣马里地把龙战也靠上 旁边一人掏出胶带封住这个家伙的嘴 然后给他套上黑色的头套 与此同时 防暴车开到这边 立刻把他弄到防暴车上 这年头反恐形势太复杂 有个风吹草动都能让人紧张起来 更何况龙小七以英雄的身份举报 就算他龙战也时末时都没有 也得被好好地查几天 不怕一万 就怕万一 残人的祸中鱼被弄走了 龙小七彻底轻松了 他想了一下 走到电话亭朝海外拨打了一个号码 打给萧和 这是他第一次打给萧和 不是寻求帮助 而是要问问这个龙战也 老萧 是我 电话接通 龙小七大咧咧地说道 呵呵 龙小七啊 有事就说 电话的萧和笑眯眯地说道 那些年我老婆跟闺女都快死了 全靠要撑过来的 是不是龙战也造的 龙小七开门见山地问道 龙战也 不错 是这魔回事 萧和略微想了一下道 他去找你了 嗯 找了 龙小七回答道 小七啊 我知道你的脾气 可你招惹谁也不要招惹龙战也 萧和劝道 如果你招惹他了 绝对没有好日子过 龙小七撇撇嘴 一脸的不屑 你打他了 萧和问道 打了 那他现在呢 萧和急了 哦 部队怀疑他要进行恐怖活动 所以把他给抓了 什么 萧和一下叫起来 急声道 你有病吧 坑水你 也别坑龙战也好不好 你要是把他给惹脑了 人现在在哪 已经被抓走了 龙小七笑道 一个傻 逼呵呵的家伙而已 看把你给吓的 我吓的 现在去看你的银行卡 立刻 马上 萧和叫道 如果不出什么意外的话 你就呵呵去吧 这个世界上还没有谁敢招惹龙战也 你以为他只会造谣 呵呵 电话挂断 弄得龙小七一头雾水 但他还是照萧和说的去做了 跑到最近的自助提款机差 进自己的银行卡 当他看到卡上的余额时 整个人都猛逼了 十 零零 我操 我的钱呢 我卡上有好几百万的好不好 怎么 只剩下十块钱了 我的钱呢 跑哪去了 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 我的卡号好不好 我的钱呢 临来之前 龙小七专门兑换了几百万人民币 他记得清清楚楚 可这会几百万变成了十块钱 连坐车买张票都不够 不 最大的问题是 他也取不出这十块钱呀 兜里还剩下些硬币 专门用来下的飞机打电话的 想回家 不好意思 连个车票都买不起 龙小七怒了 跑到电话亭又给萧和打了个电话 我的钱呢 骂了个八字的 是不是你搞的鬼 我的钱呢 龙小七怒火冲天 冷静 现在你去查询 你在非洲的账户 看看钱还在不在 萧和用看笑话的语气道 连我都不敢招惹龙战眼 你还敢打他 巴菲特的午餐 三百万美金 你知道巴菲特想跟龙战野吃顿饭 得花多少钱 最少五千万美金 而这还得看龙战野心情好不好 简单来说 虽然他有点奇葩 可天才不都是这样吗 还有 他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座上宾 是由太财团的贵客 你知道的 罗斯柴尔德家族以货币交易起家 银行集团掌控住欧洲以及北美的经济命脉 如果跟龙战野搞不好关系的话 他到底是个干什么的 龙小七高声问道 一个混混 当初混进了我们华人智囊 现在想把他赶走都赶不走 萧和无可奈何道 小七 我知道你厉害 如果你能把龙战野从华人智囊弄出去的话 我会给你许多审法的股份 只要你能把他从华人智囊弄走 我说到做到 电话再次挂断 龙小七迫不及待地给玛雅公主打电话 让她查询在非洲设立的账户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玛雅公主沉默不语 足足过了三分钟 才告诉龙小七一个晴天霹雳 我记得账户上还有十三亿美金呢 怎么变成了十块钱 十块钱 龙小七如遭雷击 急声叫道 查 看看钱都转到哪去了 龙傲天 全都转到龙傲天的账户下了 龙傲天 龙战野 啊 龙小七发出凄惨的叫声 捏着拳头吼道 龙傲天 我赵日天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我的钱啊 直到现在 龙小七才终于相信龙家的恐怖 以及龙家人的可怕 自己的钱就这么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非洲的账户都被清空了 更恐怖的是 龙傲天这个账户在任何银行都没有备案 这是个假的 所有转移到这个账户的钱分散到世界各地 闪电班过了数百账户 查都没法查 这就是天才嘛 龙小七觉得自己被狗给日了 第850章 我陪你玩 傻眼了 猛逼了 龙小七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他一直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黑客 可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黑客啊 韩冰的情报组织里招纳了不少黑客 专门切入各种区域 国度的网络 甚至都可以切进卫星之中 可他们却无能为力 都不知道怎么追查前的最终去向 因为这笔钱的所有转账都是正规途径 不存在任何黑客手法 在正规的情况下 在不存在黑客手法的情况下 满世界的风转 能查出来就奇怪了 被狗给日了 真的被狗给日了 嘿 大侄子 龙湛野的声音响起 刚才被抓走的这个家伙 竟然回来了 好好的站在龙小七的面前 一脸的得意 他既然都能让萧和头疼 既然都能让罗斯柴尔德家族 把他当成上兵 这点事 还是能够轻松摆平的 嘿嘿 说 龙小七赔上笑脸 热情地走过去讨好道 叔 你回来了 我刚说要找你呢 嘿嘿 如果是熟悉龙小七的人看到 他现在这个样子 一定会120个小心 当他露出这幅面貌的时候 就意味着的坑人了 龙湛野不熟悉龙小七 最起码不熟悉活生生的龙小七 他跟龙小七没有接触过 所了解的都是资料 而资料跟真人总有许多出入 所以他更加得意了 乖 呵呵呵 龙湛野呵呵地笑了 伸手拍拍龙小七的肩膀道 这才对嘛 虽然我比较年轻 可辈分在这里放着呢 怎么 想跟我去龙家了 嘿嘿 认祖归宗的是当然的干呀 这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龙小七唏嘘道 这就是咱们中国根的文化啊 毕竟血浓于水 血浓于水啊 一番话说的情动不已 龙小七满脸都是感慨 看得龙湛野连连点头 对啊 这就是根文化 龙湛野点头探道 游子行万里 悠悠赤子兴 可不就是这样 咱们老龙家走出去的人多了 可最后还都得回来 不管出现什么问题 都是家里的鸡毛蒜皮 对不 对对对 书 您说得太对了 龙小七一脸笑容 讨好的问道 书 您身上带钱了墨 先借给千八百的用一下 钱 有的是 龙湛野掏出一叠钱拍拍道 出门不带个三五万的 怎么在外面混 墨钱了 我就知道你墨钱了 走 跟我回家 回到家就有钱了 好好好 哎呀 书 快看 有飞碟 龙小七突然一脸惊诧 指住龙湛野的身后 听到这话 龙湛野下意识地转头朝天上看去 他看到的是灰蒙蒙的天 哪有飞碟的影子 啪 龙小七一记手刀劈在龙湛野的脖梗大动脉上 瞬间将其击晕 骂了个八字的 跟我玩 你还差得远呢 龙小七咬牙切齿 他本来还想去找这个家伙呢 没想到自己还送上了门 很好 很好 省得麻烦了 你不是弄我的钱吗 你不是要带我去老龙家吗 好 很好 出租车 龙小七拦了一辆出租车 从龙湛野那里掏出一万块钱甩过去 开车 我说到哪就到哪 有钱 任性 看到一万块钱 司机什么都不管了 拉着龙小七朝前快速驶去 至于昏迷的龙湛野 他没看线 什么都不知道 出租车上高速 开了足足三十多个小时才抵达乾明村 在这过程中 龙湛野醒来一次被龙小七打晕一次 到了最后 就算是醒了也在那里装死 可问题是 龙小七能分辨出 他到底是不是醒了 毕竟昏迷时候的呼吸 跟清醒的呼吸不一样 清醒的时候 人都会受到情绪波动 呼吸自然不可能表现得纳摩平稳 碰 到了钱明村的山路 龙小七把江龙湛野扔在地上 哎呦 疼死了 我的脖子都快断了 龙湛野捂着脖子 护着腰 冲龙小七怒道 龙小七 你这是绑架 懂吗 这是绑架 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哦 我知道 龙小七叼上一根香烟 笑眯眯的冲龙湛野说道 我给你个机会报警怎样 绑架 绑架对龙小七来说 从来都不算是 别说绑架个龙湛野了 他谁不敢绑架 你知道这次机会对你有多重要吗 龙湛野指着龙小七的鼻子 高声叫道 看到我 你就该知道 咱老龙家的实力怎样 我清楚地告诉你 林家肯定要搞你的 要是没有咱老龙家护着你的话 你就完蛋了 我跟你实话说吧 这可不是咱老龙家求着你回去 而是 你要干嘛 你想干嘛 龙湛野开始慢慢地向后退 眼睛里满是警惕 他看到龙小七捏着拳头朝他走来 那架势像是要揍他似的 而偏偏他是没有任何武力值的 只有挨打的份 啪 龙小七一全砸在龙湛野的鼻子上 顿时把他打得满脸桃花开 嗷 你怎么说 打人就打人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 闭嘴 龙小七冷声道 听到这两个字 龙湛野立刻闭上嘴 用泪汪汪的眼睛 可怜兮兮地看着龙小七 他就纳闷了 怎么就碰到了这样一个愣头青啊 说打就打 他龙湛野混到现在 敢打他的 还真没有几个人 黑手党牛不牛 黑手党都得跟他客客气气 龙小七这个憋孙 怎么比黑手党还黑啊 怎么把我的钱给弄走的 就怎么把我的钱还回来 龙小七指着龙湛野道 老子猜不管 你们龙家怎样怎样呢 总之 你把我的钱给吞了 就得给我吐出来 把钱吐出来 咱们就什么事都没有 要是不给吐出来的话 老子一天打你二十遍 他把龙湛野带到乾冰村 就是要实施绑架 什么时候把钱还给他 什么时候再放这个家伙走 我是不会把钱给你的 有众你就打死我 龙湛野乐了 擦了一把鼻血 嗷嗷叫道 不要以为 老龙家救我一个人 就算你把我绑架了 也会有人来救我的 碰 又是一拳砸过去 龙湛野笑不出来了 可眼神坚定 绝对不肯把钱交出来 很好 相当好 你喜欢玩 老子就陪你玩 龙家又怎么了 你们的人 媚老子的钱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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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声音乐 し色一般 声音乐 声音乐